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讲了一下 如何设置错误模式 对不对 对 设置错误模式为谁准备 是不是为执行色课语句准备 对 所以这几个咱们重点就是用PDO里边的方法 执行色课语句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PDO里边这么多方法 哪些方法是执行色课语句的呢 看一下有这么多 咱们基本上都会用上 但不是这些个全用上 看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像mysicru扩展里边有个mysicru下方性QEY对不对 这个QEY看到了吗 有地方吧 它是执行色课语句的 对 这里边除了这个还有一个exec是执行色课语句的 这几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边详细介绍 这地方不多说 所以这个重点是QEY和ESEC 这就是我们这几个重点 两个执行色课语句的方法 PDO中执行色课语句的方法 有两个个主要的 做哪两个呢 一个是exec 另外一个是QEY 还记不记得前面咱们讲mysicru扩展的时候说过 语句咱们要分两种 对吧 一个是怎么的 有结果集的查询语句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没有结果集的 但是会影响行数的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 用来处理什么呢 用来处理 非结果集的 比如说 insert 插出语句 然后 update delate create 之类的等等这些语句 使用它 而QEY呢 处理什么呢 像 对吧 有结果集的 用来处理 有结果集的语句 比如说 语句 比如说select 对不对 像dsc 像瘦啊 这样的话 是否都有结果集的一些指令吗 我们用QEY执行 能分清楚了吧 对吧 然后我们来一个一个去看一下 有没有一些语句 比如说我想执行字符集 像select namesutf8 这样的语句 对吧 像这样的语句 你不想处理结果 其实你用哪个都行 像create 你不想处理结果 用哪个也都可以 对吧 那这里边原因什么呢 我用这个的 最主要原因是 它可以返回 怎么办 返回影响行数 返回 影响的行数 我们用行数 就可以判断什么处不处理 对不对 数据没有改变 对不对 像这样语句 我们用哪个都行 比如说 当初pdo里边 我们用QEY 我们也可以执行 比如说select namesutf8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处理结果 反复值之类的 对不对 那的话你选择哪个都行 比如这话 我们esec 这都可以 setnamesutf8 对不对 这样都是可以的 是字符提示utf8 对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用它处理一个 比如说 插入语句 我们应该用哪个 insert insert 是不是应该用esec 这样的话用反复行数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吧 执行一下 看它反复影响行数 afvcted rw 是不是影响行数 对 等于直接pdo里边 用exec 执行 执行什么 看一下 我们像这个表里边 插入一个 我们打开我们的数据表 然后 my thinker-u root-p123456 好像还少了一个-h-lockhost 对吧 usec p里边 show tables 看这里边有个users表 对不对 dns 看users 这是这个表 select 从users 数据 有这么多数据 看不过来 对不对 然后ordr 知道吗 ordr order by id 我就id排序 就看最后一条记录 你看这是644条 对不对 我们这块 insert 直接写就可以了 insert into 插入到这个表 users 对不对 里边id都不插入 这里边除了id 还有什么email 名字 密码 对不对 我就简单插入几个 比如说插入 名字 密码 性别 年龄 email 看一下它能执行成功 有的 orbs 执行一下 假如说这个名字 aa 密码 bbb 随便写的性别nn 然后年龄 11 因为咱现在不在乎值 对不对 对 只是在乎能不能插进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影响了几行 说出afected 小心 rws 如果有错误的话 是不是我们会直接出现一行吗 没错 如果插成功 就会有一行行数 我们来看一下 localhost test.pd 运行一下 一行 那我看这里边是不是一行吗 下最后一条 a b b n 是不是 我们想要的数据都插进去了 对 对吧 那我这块能不能改成qr y呢 能不能执行成功吗 你看 之后出现一个什么 像这样的影响是不是就错误了 对不对 那我们的语字插不插成功呢 看一下成不成功 也有对不对 都行 因为我们这块有点错误了 这个不能输出 大概了吧 对 是不是就没有错误了 错误是在这输出的问题上 所以说我们执行可以 但是我们能获取影响行数吗 过去不到 对不对 所以说像执行这样的语字 我们用什么 exec 就可以了 那我们除了能得到影响行数之外 对吧 我们能不能获取到最后插入的ID 对 有一个方法可以 PDO里边有一个方法 可以获取到插入一对 获取到最后插入的ID 看这个对不对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648是最后插入的ID 刚前面说过了 插入一句 一定就有办法 汇到最后插入的ID 对 不然到分表 将一个数据插入到两个表里边 两个表是有关联的 IDP的关联上 所以不能多样的自动生成 是不是才可以 这样到我们数据插入进来了 这就是我们介绍的三个方法 一个两个方法 一个是esec 是执行这些语句 一个是最后插入ID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保存一下这块 exec.pp 知道esec的作用了吧 对吧 有影响行数的 反规的事情行数 然后我们可以用 如果是插入语句 可以使用谁 last insert id 这个方法 过去最后插入的什么 插入的ID 应该最后自动 对 增长的一个ID 对吧 那QDIV适合执行什么语句呢 刚才我已经插入这块了 对吧 这是和查询语句 比如说select select select from users 是不是查询语句 对不对 查询语句有影响行数吗 没有 有最后XID吗 没有 对吧 这都没有 我们看一下 返回来的是什么呢 wafcted 向下 rws 看到吗 我们刷新一下 0 0就不对了 我看这块什么 因为我用了是esec 对吧 用esec执行查询 对一句 嗯 怎么到 他没有印行数是0 对不对 所以用他也不对装 对不对 所以用pure ery 我们再看一下 返回来的是一个对象 什么对象 这个对象 而这个对象 你看 是不是我们早说了 讲pdo讲重点两个类 一个pdo一个这个 对不对 这里边 这个类里边 有一套处理结果集合 什么方案子 还有这么多方法 对不对 对吧 但是这些方法 是咱们后边重点讲 咱说这个类是咱们 要讲的重点 对不对 对吧 那咱是没重点讲 我怎么能把它变成表格呢 看一下 既然是这个对象 这些对象 能当数组去用吗 不是哪 你看我打印一下 warr 这会 我这会变成stem 对不对 那我能不能把它当成 ste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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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当成数组 怎么打印出来呢 你看 打印的还是这个对不对 但是它具有数组的一个映射的一个机制 我们这个不行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 Full H 可以把它看成是 虽然不是数组 但是它有映射的机制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数组 你看 你看 那这里边 r就是什么 把它相当于它是 看上去像是 虽然是下边咱们 后边要讲的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对象 但是呢 这个对象 只在执行selecting 就是有结果级的情况下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整个表的二位数 那便利这个二位数 相当于是 虽然是对象 可以使用复位置便利而已 这会儿重点提出来大家了 那这个就是每一行的数 对吧 然后我们来 面行一下 你看 对吧 而且这数组是一个什么 所以和关联都存在的一个数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能不能从这里边 数组一个月输出形成表格 能 虽然能 但是我就不去做了 对吧 因为这种处理方式 不建议用 就知道吧 用什么处理结果级 还是用这个里边的 咱们没讲到的这些属性和方法 去做这个值 对吧 所以这块只是 提示大家这会儿可以看到它是结果级 对吧 所以这几个课我们 看一下这块 我先 这块加上这个 返回来的是 什么对象 这里正点提示大家 是不是这个类 对 是这个类的对象 对不对 然后再通过 这个类的方法 获取结果 就知道吧 当然这个类并不是专门处理结果用的 这个类里边也可以执行社会 就是很多事情能做 听懂吧 但是它有处理结果的方式 对不对 别认为说这个类就是处理结果 不是那样的 过去结果 也可以直接怎么当 Full H 对便利过去结果 这块 但不 常用 也就不建议使用 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两个方法 所以这一个重点就是介绍这两个方法 一定要去分开 你需要处理应该行是用这个 需要处理结果手 对不对 如果 干嘛 你不需要处理结果机也不处理应该行 像这样的语句用哪个都可以 对不对 这是咱们使用这两个方法的一个特点 好 这就是我们这几个内容 那具体的其他的方法 咱们下节课再继续介绍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先 这样到这里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